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千锋一计算讲师,熊爹 接下来我来带着大家进行 下要编程之书组的 第二部分的学习 书组的切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书组切片的命令格式 很简单,Dollar 后面跟上我们的书组名 然后呢,中关里面的 At代表的是获取所有的元素 March后面跟上我们的 路过的元素个数 以及要取出的元素的个数 Number省略时呢 表示我们要取所有的元素 注意 在这儿 我们从零开始 取第一个元素 取一个元素 然后这个是从零开始取两个元素 这是从零开始取三个元素 如果说我们只写了一个冒一 那就从一看 从下标为一开始的所有的元素个数 这是下标从二开始的所有的元素的内容 以及我们可以用警号的方式来获取元素的个数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星号的方式 或者Ad的方式来获取我们的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元素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指定元素 指定下标来进行元素的获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数组的便利 数组的便利这一块 首先我们要去创建一个数组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A等于 一二三四 A B C D 老师呢,创建了一个数组 名字为A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Fall循环的方式 来干嘛呢 来进行数组的一个便利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啊 标准的Fall循环 Fall I in 注意Fall这个时候不是用的Fall I in了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Fall 后面跟的是I等于零 I小于等于我们的 这个 这是获取我们这个数组的元素的个数 然后去累加 然后用I口去打印我们的这个Dollar I 注意这个Dollar I 指的是我们的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 Fall I in 注意Fall的时候不是Fall I in了啊 Fall的是什么呢 I等于零 然后呢 I小于等于 注意是I小于 I小于指的是Dollar获取我们的数组的个数 紧号A中括号 星号 然后I加加 累加 注意啊 我把它放到我们的脚本当中吧 A.S.H. 紧号 感叹号 并下的Batch 把这两行内容进行一个粘贴 把多余的我们给它去掉 好的 Fall 循环呢 有一个特点 度和当是它开始和结束的标志 I call 打印的是我们的 A I 好 保存退出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A.S的脚本 你会发现 它把我们的这个1234567 1234ABCD 这个速度的值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便利 便利 这是利用Fall 循环的方式 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Fall I in的方式 这个时候呢 不带我们的速度下标 注意 Fall 去定义一个变量 in 这是也是获取我们的 所有的 这是获取我们所有的元素 把所有的元素 定义给我们的Vr 然后呢 去打印这个变量Vr A1.S.H 还是我们的锦号BIN下面的Batch 然后呢 我们利用我们的 定一个数组啊 还是 12345吧 我们用Fall 循环的方式去进行便利 你还可以用I 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的I的负值 是我们的数组的元素的值 怎么去获取所有的呢 A后面跟上一个中框 at或者是星号 度和当是我们循环体里面的内容 然后我们利用echo的方式去进行打印 打印我们的$I 就可以获取到我们每一个元素 对每一个元素进行一个便利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Val循环 Val循环呢 有一个特点 测试条件为真 它会去执行 那在这我们$I I等于0 判断$I是否小于这个 所以 如果说小于这个所以 的个数 然后呢 我们去执行我们的Val循环里面的内容 度和当 那度和当中间呢 是去为了打印我们的数组的元素 并且对我们的为了控制我们的这个Val不让它变成死循环 我们要把这个I进行一个累加 每值钱一次加一 每值钱一次加一 因为我们的数组它的所以是从0开始的 所以说我们定义I等于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Val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的数组的便利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Val的这个条件测试 这是获取的是我们的这个下标的一个长度 这个呢也是获取我们的下标的长度 只不过是区别在哪呢 在这儿 这引用的是$I 这引用的是我们的I 好 最终这两种方式的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数组的便利